躺在舊衣物上照著保暖燈 小狗狗們一味取暖 貓咪吹著暖氣 眼睛眯了起來 氣溫舒服到都快要入睡 寒涼來襲 其實貓狗也怕冷 短毛貓狗可以穿衣浴寒 還可以鋪毯子保暖 不被碰上動物保護法 寵物沒有保暖 就是四處的責任 如果被檢舉 遲遲沒有改善 最高吃上一萬五千元的罰還 動保檢察員如果接獲民眾的檢舉 說這戶人家可能有飼養不當的情況 那我們就會去現場調查 去了解說這個是四處本身的 飼養觀念缺乏 還是說有一些四處責任的不足等等 那我們會盡量是以教育勸導的方式 來協助他輔導改正 那如果說履勸不聽 或是說有這種虐待的情況的話 那我們還是會依照我們相關法令 來處理行政裁法 毛小孩冬天闖蕩 全靠醫生毛 埃乏真的逃不掉嗎 在東保處收容所 汪星人和喵星人都一視同仁 除了設有保暖燈和舊醫物鋪地以外 幼貓幼犬區還出動了暖氣機 所內的這些毛小孩們 我們也是提前就幫他因應這些 預含保暖措施 包含說我們犬舍裡面的保溫燈 以及說我們部分的幼犬舍或醫療室 也有配置這個電暖器 那我們其實也有一些民眾 有捐贈一些舊醫物 那我們也會每一籠都提供他們 給他們就是在稅務的時候來做使用 我們整個環境的設施 我們也會把我們相關的門窗 或是防風布臉把它做準備 讓這個賊風不會灌入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比較舒適的環境這樣 棟寶處接貨通報後 會到現場含量狀況 不會一聲不吭就開罰 因為不是每隻貓狗都怕冷 像是哈士奇或雪橇犬 就怕熱不怕冷 擔心的是中暑而不是預寒 提醒民眾別只顧著自己保暖 卻讓寶貝寵物給凍傷了 記者吳秉原 政治園高雄報導 記者吳秉原 志全貌 記者吳秉原 志全貌